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雷 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 今天我想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11个月宝宝妈妈包的一个内容 那之前呢 分享的一个情景呢 是短时间的一个外出散步 今天呢 分享的情景是 带宝宝一整天出去的一个情况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继续收看吧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家宝宝的情况 现在呢 11个月多一点 那他现在呢 是和我们大人一样 一天吃三餐 早饭 中饭 午饭 那喂奶呢 一天是三顿 分别就是说是早上一起来 和下午以及晚上睡觉之前三顿 所以说一整天带娃出去的情况下呢 我们早上早饭吃好 然后呢 带一顿午饭的腐食 然后下午喂奶 带一顿奶粉 然后呢 就是晚上回来吃在家里吃晚饭 然后呢 睡觉之前喝奶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说 只要带一顿腐食 一顿奶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补充一个小点 就是说我们家的宝宝情况是这样 不知道其他的宝宝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说小月亮的宝宝不太建议 就是说带他外出时间过长 就是说很晚回来 像我们家宝宝差不多到傍晚五六点钟的时候 如果还不回家的话 他就会有点闹情绪 可能就是宝宝不太喜欢这么暗的情况下在外面吧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 那我们就回到正题 开始分享我们今天妈妈包的情况吧 那首先呢 基本装备 也就是说妈妈包里边 我自己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钱包啊 钥匙啊 等等一些 手帕等等一些东西 那这个呢 我在之前的一个视频 就是说外出算布短时间的一个妈妈包里面有介绍 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收看 好 那今天呢 我们主要重点来介绍 带宝宝东西的一个两个小布袋子 那这个呢 就是我之前介绍的一个 基本装备妈妈包的一个 可以装下A4纸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包 然后呢 今天重点介绍的两个包就是 一个是放宝宝尿布的包 一个是放宝宝腐蚀和奶粉的一个包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吧 首先呢 是宝宝放尿布的一个包 我一般呢 都是装在这种小布袋子 那它比较柔软 那里边塞进去东西 就是说它放到 再塞到石家里放去的时候 比较容易塞 随便怎么变形都没有关系 那里边呢 首先就是说是 有一个隔尿垫 隔尿垫 换尿布的时候呢 垫在下面可以保持一个卫生 然后呢 就是尿布 因为一整天出去嘛 我一般大概被四张尿布左右 然后呢 是擦皮皮的湿纸巾 然后呢 是一个纱布 干的纱布 因为宝宝有时候拉臭臭的话 湿紧擦好之后呢 可能太潮湿 我会用这个干的纱布进行一个吸水 这样呢 和宝宝的皮皮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干爽 然后呢 有个备用 我会带一个塑料袋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当然就是日本很多地方 母婴室里边它都会有扔尿布的地方 万一你就是处在一个可能没有 马上找不到 扔尿布的地方的一个情况下呢 那你可以把尿 就是换下来的尿布扔在这个塑料袋里 然后等找到扔的地方呢 再把它扔下去 这是以防万一的一个情况 备用者比较放心 然后呢 这是一个纸巾 这个纸巾呢 就是说万用的 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用就是喂腐蚀 然后呢 就是完好之后 收比较脏的时候也可以用 那这个呢 就是宝宝尿布的一个包 那接下来呢 是宝宝腐蚀的一个包 我也是放在一个这样的布的袋子里面 那刚才一个尿布的包呢 因为它里边的东西都是比较软的 所以说有时候呢 我就可以 要么就是单独的拎着 要么就是可以把它塞到我刚刚的一个 妈妈包里塞进去 非常非常方便 那要换的话 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腐蚀的包呢 我一般性就是说放在婴儿车的下面 这样的话 要吃腐蚀的时候 我直接从下面拿出来就可以了 那里边的内容呢 首先是奶粉 那因为外出呢 我一般性会选择一个 小型的一个就是奶瓶 那我们应该是 我之前 之前的视频也介绍过 我们是混合喂一样 就是说母乳之后呢 然后再给它喝奶粉 所以说我在外面喂的时候呢 先是喂母乳 然后呢 直接给它喂奶粉 所以说我一般都带一个小的奶瓶 所以说量也不会太多 这个奶瓶差不多是150毫升 我们差不多会给它充100毫升一次 母乳之后呢 再喝100毫升的奶 带一个小型的 然后呢 外面的奶粉就是说 粉状的呢 你可以买那种 专不专粉状的小盒子 装在里面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方便 那日本呢 它有一个 我买的是一个明智的这个棒状的那个奶粉 它里面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所以说 你吃的时候呢 把它搬开来 一小块一小块 扔到杯子里面 就是这个可以充跑 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说 不会导致放在包里面 撒在包里全是 非常方便 那这个呢 就是奶粉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就是腐蚀 腐蚀呢 首先是一杯喝的橘子汁 因为有时候它嘴巴会干 我可以给它 蔬菜汁或者是橙汁 或者是茶都可以 这样子的 然后呢 是 一个这个 小微豆 那 有的人呢 就会带那个 就是家里一直用的那种 可以多次清洗的那种 那我觉得就是说 有时候外出就吃好吃 我就直接扔掉了 我的东西又可以少一样 我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所以说 我会带一个这个 那这个呢 是日本呢 Costco买的一个 芝麻街的一个版本的 一个小微豆 它是 嗯 是纸的 但是呢 它前面是纸质的 后面呢 它是 就是一种撕不碎的那种纸质 所以说 非常方便 前面纸呢 可以吸水 后面呢 整体呢 就可以就是说 不会被宝宝给撕碎了 非常非常狠 而且非常的可爱 然后呢 我会带一个小碗 这以防就是说 装点水啊 或者装点其他东西 背着的 装一个 带一个小碗 再带一个条根 备用的 那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下面介绍的就是说 宝宝吃的东西 我就是在这 专门卖婴儿食品的这种地方 买这个 我买的这个是 WAKODO的一个婴儿食品 它是12个月左右的小宝宝吃的 那它开开来之后呢 它就是这样子的 两个 一个饭 一个菜 一个饭 一个菜 就这样子的 然后呢 还附了一个条根 那 有个条根 但是我怕万一 掉在地上 我就弄脏了 我就是刚刚还背了一个这个 那它这个呢 就是说是可以直接 微波乳加热的 所以说不用带碗 但是我怕 万一就是说灑了什么的 突然要一个碗什么的 不方便 我就特别背了一个碗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说 它这个系列呢 其实就是不用 微波乳加热也可以吃的 但是呢 宝宝好像不太 就是喜欢吃冷的 所以说冬天 尤其是冬天嘛 我还是会尽量找到 有那个 就是 微波乳的地方 给它加热 就给它吃 那微波乳哪里有呢 之前在我介绍 日本母音社的地方呢 介绍过大家一个 非常好用的APP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参考一下 然后呢 我还会带一个小工具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日本百元店买的 它是专门 宝宝吃腐食 是一个夹子 专门把大的东西 把它夹成小碎 还可以 这边就是扁的 可以压下去 把东西压成泥状 那这个呢 是把它夹碎 然后压成泥状 非常方便 那这个是什么用呢 有时候就是 我们大人在吃午饭 可能宝宝看着嘴巴馋 那有时候会流口水 会非常想要吃 我可以把 就是宝宝能吃的东西 然后呢 把它弄成小的 弄成泥状 或者说是小块的话 然后给它吃 这个呢就是比较方便 以防万一备用的 然后呢 就是还有 最后一个就是一包 小零食 这个呢 就是说有时候 你可能腐食带的不够啊 或者宝宝还想吃啊 或者说是下午 他闹情绪啊 或者不开心啊 想吃点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是备用的 我带的这包是旺仔想馒头的 就是说可以给它吃一下 它会比较开心一点 以防万一的 然后呢 还会塞 就是两张左右的湿的餐厅纸 那包括那个 这个吃纸巾也可以用 都可以用 这个是一袋装 这个就是 分别包装比较方便 所以随地可以 拆开来用 那以上呢 就是宝宝腐蚀的一个袋子 就装在这个袋子里面 然后呢 放在婴儿车下面 就可以了 那对于宝宝一整天外出 又要喂奶 又要带腐蚀 确实东西会增加很多 非常的麻烦 但是呢 我还是以精简为主 就是说 必要东西带 不必要的东西呢 我就尽量可以不带 这样的话 我东西也可以减少 那你就是说 抱着娃的时候呢 也比较方便一点 好 那今天视频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给我点个赞 我也非常期待 大家可以给我留言 好 那之后呢 以后的视频 我也会介绍非常非常 其他情景的时候的 妈妈抱的 比如说长途的旅行啊 或者说是去幼儿园的时候 带的东西啊 或者说去迪士尼乐园 一些游乐场 去游玩的时候 宝宝需要带哪些东西啊 等等等等 如果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 好 那祝你们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